欢迎收看《宋利时歌救生圈》第14617 说起戏剧中最厉害的妖怪 很多人便会想到金翅大鹏雕 此妖不仅 百年时尚心 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鉴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厉害的妖怪 很多人便会想到金翅大鹏雕 此妖不仅背景深厚 而且实力也很强大 她绰号云城万里棚 拍一下翅膀就是九万里 要知道 孙悟空一个金斗云才十万八千里 她拍两下翅膀便可追上孙悟空 在与孙悟空交手的过程中 大鹏鸟拥有阴阳二气平达的孙悟空 任孙悟空百般变化 大鹏鸟总有手段对付她 后来孙悟空去灵山搬救兵 如来带着五百罗汉 三千阶地 文书普贤两位菩萨 然能明了两位佛祖出动 这才将大鹏鸟好言好语地劝回了灵山 当时大鹏鸟口出狂言 甚至要推翻如来 自己做佛祖 为何大鹏这么狂呢 原来她的人脉实在是太广了 首先 她与孔雀都是凤凰所生 孔雀又曾吞过如来 被如来作为佛母 所以她从名义上来讲 便是如来的舅舅 其次 据太白金星所说 这大鹏一封信到灵山 五百罗汉药相迎 一只减上天空 十一大药都相亲 四海龙曾与她为友 八栋仙常与她聚会 十殿严均与她兄弟相称 顺利成皇是她坐上高棚 最后 大鹏鸟还吞了一个国家的人口 让妖怪全都住了进去 其他妖怪都是小打小闹 人家直接整了个妖怪国家 这份实力 各哪儿都不得小觑 那大鹏鸟赶在西天 羽如来叫板 为何不敢上天庭大闹天宫呢 这是因为天庭有她的克星 此人是谁呢 她就是二郎神杨茜 在绣记原著中 曾这么介绍二郎神 俯披画山曾旧母 但那宗罗双凤凤凰 立诸八怪生明远 一劫眉山七盛行 可见二郎神当年是打过凤凰的 而在天地万物中 飞禽又以凤凰为掌 大鹏虽厉害 但也是凤凰所生 凤凰都弄不过二郎神 更别提大鹏了 有人也许会说 凤凰打不过 就代表大鹏也打不过 就不允许人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但这不是实力问题 而是天地万物间 相生相克的一种规律 蝎子精倒是厉害 哲如来打悟空 连观音菩萨都不敢近身 可是某日新观一声提叫 他便一声而亡 对于这种天敌 不是你厉害了 就能打得过的 同理 大鹏实力再高 也被二郎神当年